第十七章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主要是在《猎王记》下的第十七章 那么在这个十七章里面主要内容是陈述了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 还有大多数被就是被就是掳掠的这些以色列人被带到了亚述去 那么所以对于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 这一章其实是一个非常哀伤而且令人沮丧的一章 因为它充满了就是悲剧失败还有毁灭 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各样的毁坏 它不应该是白白地被毁灭的 现在的我们可以透过他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当中重新学习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当中来增添我们自己的智慧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是用一个反过来思想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不应该有的 当然我们似乎是从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事实上圣经上面神也同样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训我们 比如方说像十戒 我们知道到十戒里面有相当多的 就是的诫命事实上都是从不可以开始的 就是不可这样不可那样 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列王七夏第十七天来思想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用一个能够真的比较蒙神悦纳的方式来敬拜神 那么今天我们要把主题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那么这两个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十七章的两个最主要的段落 那么第一个段落是从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三节 这边描述了就是以色列国是怎样被灭绝的 那么在这些记载当中同样的也连带了记录了 为什么神是多么的对他们的敬拜如此不满而导致最后的结果 那么第二个段落是从二十四节到十七章的结束 那么这边记载了就是在亚述帝国里面其他地区的居民 他们被迁移到了被灭的以色列国的所在 那么有一些人他们想要来敬拜真神 但是他们在当时的敬拜也一样没有办法完全的蒙神悦纳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很快的来探讨的两个部分 从他们种种的失败还有就是不适当敬拜神的方式一起来思想 我们首先来看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 我们请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七节 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节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守的主 他们的神 那么所以从第七节前半节我们可以看到 起码暗示了他们就是用不对的方法敬拜神的一个原因 是的他们得罪了神 但是他们是为了什么而得罪神呢 因为第七节的刚开始有提到说神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 这边特别提到神将他们带离开埃及地 那么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那么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地就是意指着说 因为以色列人忘记神是怎么样施恩典给他们 然后他们忘记所以他们得罪了神 那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健忘 或者是他们的缺乏感恩的心 也至于饥饿连散导致最后的结局发生 因为这一切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他们已经忘记他们之前所敬拜 所敬畏的这一位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那么他们可能只是已经习惯于他们 他们所一切敬拜 然后明目上面的敬拜神 然后习惯于这些仪式然后献祭的方式而已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已经全然忘记 这是带领他们脱离埃及捆绑的那位全能的神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甚至是警告 我们同样是敬拜天上独立的真神 主耶稣基督救主 那么当我们相信跟随耶稣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渐进入到一种习惯的状态 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停下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还如此信实来跟随 来相信或真的是认识这位 我们是否我们之前下定决心要来跟随这位主 我们是否真的深深牢记主所给我们的恩惠 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是否曾经记得我们也曾经在那个很痛苦的埃及地里 那么在那个邪恶法老的手下呢 那是神如此曾经从那种状态帮我们拯救出来的 我们不该忘记 那么很感谢神在每一年 起码在皇后教会里面 我们一年都会有三次能够举办圣餐礼的活动 那么很感谢神 我们在几个星期前我们才刚完成我们的就是春季的联会礼的圣餐 那么也想深信大家很受到当时的就是道理所感动 我们不应该忘记 主耶稣如此地为我们牺牲 为的是要来救我们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过程中 我们不要忘记最根本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亲近祂 因为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自己 是的 因为祂配得我们的这一切的跟随 值得我们的时间精力跟生命来跟随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后半节 列王记下17章第七节 去敬畏别神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法来敬拜神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忘记神曾经所带给我们诸多的恩惠 后半句的事情就可能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 那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对神所给予他们 曾经给予他们一切已经感到麻痹 所以他们就开始跟随了其他国家的人 去敬拜他们国家的偶像 那么他们已经缺乏对真神的一个亲近还有敬畏的心 所以他们才胆敢地去靠近别的假神 甚至开始对这些假神存了敬畏的心 那么在这一章的其他经节里面 甚至再次强调他们到底做了多严重的事情 我们请看第十节 这边提到说 在各高纲上 在各清脆树下 立下柱像和木 那么这些柱像和木 是放在各个高地 还有清脆树下 这不是只是自己下偷偷摆了一样拜偶像的东西 而是他们很清楚地让到处都看得到偶像 那么他们也在秋坛上烧香 效法主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 如果我们跳到第十六节 这边提到他们在当时怎么样为自己铸造两个牛肚 那么甚至服侍另外一个偶像叫巴利 那么十七节更进步说 他们怎么样让自己儿女用火把他烧死 然后又用占谱行法术 那么他们就是在效法当地的外邦人的习俗来敬拜 现在的我们也要把这样的讯息当作一个警告 我们要真心宝贝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放在心里 我们才不会不知不觉被外面的潮流带到别的方向上去 我们一样是住在一个充满偶像的世界当中 那么也许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你不会看到那种所谓实体的偶像在你眼前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土地上的人 他们也试着要把很多东西偶像化 有的人会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切的上面 那么有些人是把那种享乐 把娱乐当作他们最高的追求目标 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成就 把它放在一切之上 有的是为了自己家人 还有自己的舒适 然后把它放在最高位 所以当我们不小心地去省茶 不仔细省茶的话 我们可能很容易落入了这种世俗的一些习惯 那么这就带到我的第三个警告 我们请看第八节 第八节 谁从主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 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就是在英文的部分 事实上把它讲得像是条例或条文的部分 那在中文我们已经翻成风俗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很特别的用字 就是风俗跟条规 这是两个主要来源 那么其中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条规 那么在就是被所谓外邦的一些国家 所包围的状态下 但是呢 就是另外一个来源呢 就是从以色列的王本身所立下来的 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保持注意很警戒 那么也许我们在和这个社会互动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小心谨慎 我们已经很清楚把那条线画出来 说我们不太会随着那个潮流而改变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现代的以色列王 那么以色列王事实上应该是那土地上的领导者 他应该是一个真领袖 然后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立下示范的人 但是我们如果记得就是在以色列国 北朝以色列国第一个王 耶罗不安开始 你就知道他从一开始当王 就把整个国家带到错的方向 那么他们的就是金牛犊 然后他们的祭坛 甚至他们就是用就是所谓的熟名做祭司 甚至他们拜神的节日 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已经把百姓带离开真神 这已经不是属神的条例 而是人造人为的条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要从其他人 他的教会信徒或工人 他们所说出来或所做的事情上面要谨慎的分别 不是每个在教会敬拜神的人 真的就用神的方法完完全全来进行进行 他们所建议起来的一些规矩或者示范可能也不是完全完美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评断或认断一个人做对或做错 就因为某些信徒或某些工人曾经这样做过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真真切切地完全以神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的 所以这是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警告 我们接着请看第九节 第九节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 违背主他们的神 在他们所有的诚意 从辽望楼直到坚固城 建筑秋坛 我们在这边要强调是暗中行 那么这是对我们所提出来的第四个警告 我们必须要 我们既然是敬拜神 我们就要真心诚意地来敬拜 暗中做代表说你明明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你还是把它再保留下来 然后私底下地想要去做它 那么神的旨意跟神对我们的期待 都很清楚写在圣经上面 所以我们就要靠神很清楚地找到 而且把这些暗中的事情 把它一样一样地搬出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良心 则被我们所隐藏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诚实地在神的面前 把它打开来 然后向神来表明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一直偷偷在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所以在雅各书就很清楚地告诉 如果你明明知道怎么样做是对或善的 你却不做 这就是你的恶 你的罪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仔细好好来寻查我们的内心 那么可能有些事情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就只有你和神知道 那么很遗憾地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少数几件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当最后这个秘密被揭露出来的时候 全会众都惊讶了 因为这个人可能曾经是教会的负责人 或者他曾经是教会很重要的功能 或者甚至是传道人 那么我们之所以选择暗中去做它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良知谴责我们 但是感谢神我们还有这样的良知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事情保持敏锐 然后把这样子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如果你一直暗中偷偷做一些 甚至暗中去敬拜别的神 当然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接着请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十三节 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十三节 十三节 十三节 他们却不听从 竟硬着景象 效法他们列主 不信服主他们的神 那么这是以色列人 他第五项 他们就是在敬拜神上失败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所拆拍的先知先见劝他们的 他们却硬着景象 硬着心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教会神也预备有一些工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那么感谢神 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愿意顺从然后来遵守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些工人所提醒叮咛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在听到一些工人的劝勉的时候我们的心渐渐硬了起来 那么我曾经有遭遇过一些状态 真的就是信徒跟工人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 那么落到那个阶段基本上已经算是太晚了 因为基本上他的心已经刚硬到就是要直接跟这样子的状态来产生冲突 如果我们的心 可能是因为一些工作人员的弱性 或可能是什么 而我们的心 开始开始 对任何工作人员 那么所以我们可能因为一些工人的软弱或者某些原因 当我们开始对一些工人的态度产生 心开始变得硬的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这个心变硬的过程 没有一个工人是完美的 我们总是或早或晚会看到一些工人的软弱 但是当这个功能还是在继续在执行神所赋予他工作的时候 那么比方说奉耶稣名来说道理或者是带领教会朝一个方向进行的时候 那么身为一个相信神的人 我们就是顺从神的方法就是来顺从来听从这是神所拣选的工人所说的 那么在希伯来书有了一个这样的经节 那么要顺从一切在位 然后来就是 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致忧愁 那么这是圣经上面提醒我们 作为信徒我们该怎么做 那么就是让这些来 就是神所托付的工人在服侍我们的时候 有喜乐不致忧愁 那么再过几个星期 传道人的工作要开始轮动 那么我们会有新的传道人要来到纽约地区 那么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要有这样的正确态度 就是每一个被神拣选的工人 都有神所赋予的他的恩赐 还有他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硬着景象来 对待任何一个神所拆派的工人 那我相信呢 就是我们新来的这位传道人 我们应该可以相处融洽 对啊 在这边不预设任何立场 但是这是我们可以从 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当 可以学习到的教训 那么这是五个我们不应该这样敬拜神的警告 那这是从以色列人身上所学习到的 那么要接下来看就是这一章的后半章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些本来是在外国的外国人 当他们移居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请从二十四节开始看起 我们请从二十四节开始看起 十六节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段记者 就是亚述王在当时怎么样从他自己的帝国里面 把他的很多地方人调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 那么事实上就是一群外国人被调来住在就是以色列的圣地当中 他们有这个敬拜神的概念 但他们之前拜的是他们当地的神 所以他们也是 他们虽然敬拜 但是他们也是相当迷信的 但是他们可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说 这个他们后被狮子咬事实上是从以色列的真神来的 他们事实上在这个上面他们是有非常敏锐的判断 因为圣经上面的确说这是神派来的狮子 那么所以他们就在问说 是不是我们不了解当地就是敬拜神的一些方法和仪式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找人教会我们 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神不会对我们生气 所以我们从27节来看接下来他们怎么做 27节 所以这个时候亚述网还有个想法 那么很清楚就是这个亚述网也蛮同情这边的居民的 那么所以他就要把一个曾经在那边担任祭司被抓过去的人 再把他放回来 我们不知道这位祭司是哪位 我们也不清楚这个祭司他的信仰的程度到哪里 那么即使他的信仰是非常腐败的 但是他们起码知道 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起码知道怎么样拜神 才能够真正让神高兴 他们应该曾经听过就是之前先知所讲的各样的预言 那或者是他们起码读过一些律法书 那么即使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坚持 或者是有遭到一些破坏 所以我个人的解读是他们的确教导了当地的外国人怎么样正确敬拜神的方法 那么所以在28节它上面说指教他们怎样敬拜神 我们就从字面上相信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那么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状况 我们请看29节 这些外国人或者是义邦人 他们还是持续他们自己家乡拜偶像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圣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在描述 我们请看32节 33节 那么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圣经很白质是说他们是敬畏神 怕神的 我们要怎么样解读这一段陈述呢 那么也就是说当祭司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以色列的真神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最基本的敬拜的方法给做了 那么他们就是把规矩以色分把规矩那个部分给学下来的 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在正确时间呢线上正确的记物上去 但是这是真心地在敬畏神或怕神吗 我们来看下一节 34 34节 34节 34 34 所以你如果从三十四节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们事实上 不是真正的敬畏神 那么一个仪式上面的崇拜跟敬拜 它不是真心的一个崇拜跟敬拜 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三心恶意的一种 就是一半一半的这种敬畏法 只是为了纯粹躲避被狮子咬死的这种状况 到最后他们在圣经上面说 他们不是专心敬畏神 因为真心的敬畏神是有一个所谓的信实跟忠诚的 那么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所以最后变成一种像是融合式宗教 也就是说你有两种不一样的宗教元素 因为一些原因它两个混杂在一起 变成一个你在崇拜的对象 那么事实上他们好像看起来在敬拜真神 但是又把他们自己原本的风俗跟信仰 跟现在的信仰融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全新富裕的宗教 有点像是在中国的佛教 佛教的起源来自于印度 那么真正的佛教他们是不败任何的神明的 但是当这个所谓的大圣小圣佛教 传入了中国以后 开始中国化以后 它就变了一个样子 因为它就把一些儒家或道家或道教的思想 揉入在佛教里头 那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化的佛教 但是你如果跟真正最原本的佛教的思想 来做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不是完全一样 那么这就是在 就是亚述的外国人进到撒玛利亚以后 他们所拜神的方式 结果变成这样 他们从就是被掳回来的 祭司的身上学会 怎么样真正的来崇拜神 那么可是他们却按着自己的习惯潮流习惯 把它揉入了他们自己以前的崇拜风格在里头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地来检验我们自己的信仰 还有我们拜神的方式 我们也许有一些人曾经从不同的宗教背景进到 那么我们在神里头越久 我们在神里面的信仰的纯度应该要越高 所以在就是受洗的之前跟之后 那个时间点是最关键的 我们要把我们旧的那个孝 旧的那个我在这个时候彻底的拔除 如果没有除干净 这个东西继续留在里面 你的信仰会渐渐演化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感谢神我们起码大家都还在会中 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提醒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是一个纯正的信仰 或者是它里面已经混杂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思维在里头 可能这样的想法是来自于其他的基督教派 从其他的信仰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世俗的价值观或哲学系统 我们是要记得要回到圣经道理的纯正性上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就是这些从亚述进来的这些外国人 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拜神错误的地方 那么他们是带着他们自己掺杂着 他们原本信仰心怀恶意的把两个信仰混合在一起 那么所以他们的信仰变成一种混血不纯 然后是混杂在一起的信仰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从以色列人 还有从这些来自亚述的外邦人里面 学到各样的错误 那么这些错误都值得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反省 我们在结束今天要来看最后一个经节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请看第24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这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所以神希望我们敬拜祂最根本的 就是从心灵 还有从诚实 或者是从真理来拜祂 那么愿神帮助我们 希望让我们的崇拜 真的能够争着越来越和祂的喜悦 那么我们要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请继续为皇后教会 纽约地区的事工来祷告 那么也许我们在座已经有人听到 就是有个很紧急的代祷 像是来自加州的教会 我们请继继续为 就是那个 Canoga教会的 那个Bekky Yuan姐妹 的亲在的 就是 就是疾病的状态来祷告 那么在她肿瘤移除之后 她仍然处在脑干中风的状态 那么我们求神保守 希望愿神的旨意成全 我们同心祷告